过去24小时 虽然发生了俄军违约炮击 乌方一所附有医院的不幸事件 但整体上双方较好的遵守了莫斯科时间上午10点 到晚上9点的人道主义临时口头停火协议 在上面这11个小时的静默期过后 双方仍然杀红了眼 俄军战术跟先前差不多 主要对上途中的各个交火城市 除以被俄军占领的赫尔松外及其周边城镇 利用短程导弹、飞机投掷和远程火炮进行猛烈轰炸 没有发动任何地面攻势 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反观乌军 除了固守交火地区的各大中城市中心 控制周边中小城镇和交通要道 利用夜幕掩护靠近俄军装备和人员集结地 主要利用迫击炮和单兵导弹 大量毁损俄军装备 杀伤俄军有生力量 双方两种不同的战法 是俄方有大量军人死亡 而乌方平民死亡惨重 整体来讲 俄军死亡数字远超过乌方军民死亡数字 但乌方受伤平民数字显著高于俄方 今天有三个视频令我特别心碎与心惊 一个是俄罗斯一位女议员在议会发言 说俄军遭受了巨大和惨重的人命伤亡损失 她知道一个连从乌克兰撤回来 只有四个人活着 她质问 训练良好的俄军为何把战争打成了这样 另一个是俄罗斯议员们质问军方 普京总统下令不让义务兵赴乌参战 为何现在殉职的军人中有义务兵 他们的妻子和小孩谁来照顾 究竟谁公然违背了总统的命令 最新消息是 俄军方答应撤回所有乌境内的义务兵 俄最高检察院承诺进行调查 依法追究违令者责任 三是一所乌克兰妇幼医院遭到炮击 造成众多平民和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受伤 震惊国际社会 联合国秘书长予以严厉谴谴责 要求立即停火 不过 俄方认为这是乌克兰方面的阴谋 因为这所妇幼医院早被乌军方征用 简单介绍完最新战况后 我点评一下 过去24小时俄乌冲突中的几件大事 一 联合国秘书长严厉谴责炮击乌妇幼医院 呼吁立即停火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今天 三月时在社交媒体发文 谴责马里乌波尔市妇幼医院被炮击事件 并指此事令人震惊 古特雷斯发推文说 今天在乌克兰马里乌波尔市妇幼医院发生的攻击事件 令人震惊 平民为一场与他们无关的战争付出最高的代价 这毫无意义的暴力必须停止 立即停止杀戮 乌克兰方面指责俄罗斯在停火协议期间 炮轰乌东部被围成是马里乌波尔的一所妇幼医院 造成至少17人受伤 其中许多是刚刚出生的婴儿 从视频中看到医院内多部车辆被击毁 不分建筑物受到损坏 乌方救援人员从瓦砾中搜救出一些女性和婴儿 视频画面令人心碎 北京时间晚20点40分 据国内权威媒体报道 乌方通报至少三人丧命 其中包括一名女婴儿 俄常驻联合国副代表随后驳斥炮击乌国富佑医院 是假新闻 因为该医院早被乌克兰军方接管 坦率地说 我看过视频之后 对这位外交人员的说法表示悲愤 过去一周内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两次公开谴责 对乌医院和救护人员的无差别轰炸 他说世卫组织确信有7所医院被无差别轰炸 造成数十人死伤 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行为 他必须给予最严厉的谴责 我相信联合国秘书长和世卫组织最高官员 是不会轻易说谎的 二 约1.6万外籍退役军人抵达乌克兰参战 其中包括格鲁吉亚前国防部长 据乌克兰官方通报 截至当地时间3月9日 主要来自欧美国家的1.6万退役军人进入乌克兰 正式加入泽连斯基下令组建的外籍作战队 同时 世界各国各地区赴乌克兰大使馆报名参战的人数 有3万人之多 最引人注目的外籍参战人员中 除了欧美加拿大几名在阿富汗 伊拉克 叙利亚战场上赫赫有名战功卓越的狙击手 首推格鲁吉亚前国防部长 伊拉克里欧克鲁亚西维利 他与格鲁吉亚志愿者一起抵达乌克兰 并且毫不隐瞒地接受了乌克兰当地媒体的采访 格鲁吉亚前国防部长赴乌克兰参战 令人想起曾经发生的俄罗斯减格鲁吉亚战争 不过伊拉克里欧克鲁亚西维利当时并非格鲁吉亚国防部长 他这次公然赴乌参战 确实表达了格鲁吉亚人对俄罗斯的深仇大恨 2008年8月8日至2008年8月18日 格鲁吉亚和俄罗斯为了争夺 格鲁吉亚南澳塞提地区的控制权而爆发的战争 属于2014年发生的乌东地区分离主义事件的预演 在国际各方的调停下 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分别于8月15日和16日 在停火协议上签字 俄军于8月18日开始撤离格鲁吉亚 战争结束 这次战争共造成格鲁吉亚军队215人死亡 1469人受伤 4人失踪 俄罗斯军队74人死亡 171人负伤 19人失踪 以及约1600名南澳塞提平民死亡 俄罗斯击败格鲁吉亚军队后 再说俄语为主的南澳塞提地区 扶持了亲俄代理人 同时宣布独立 其实一直跟现在的乌东顿巴斯地区一样 受到俄罗斯的实际控制 同样跟克里米亚乌东地区一样 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2015年3月18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同南澳塞提总理 列阿尼德哈里托诺维奇提比洛夫签署了 俄罗斯与南澳塞提一体化条约 不过 迫于国际压力 俄罗斯暂时没有将南澳塞提地区 正式并入自己的版图 有朝一日收复南澳塞提地区 恢复格鲁吉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一直是格鲁吉亚人的愿望 这大约是格鲁吉亚前国防部长 赴乌克兰参战的主要推动力 3.乌克兰军方展示俄军未爆的高超音速导弹 神秘杀手简露线 当地时间3月9日 乌克兰军方称在乌克兰东部的 克拉马托尔斯克郊外树木中 发现一枚未引爆的俄军短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 乌方公开了一组高清照片 显示这枚未爆弹完好无损地躺在地上 我看了这个照片有三点感慨 1.俄罗斯导弹打不准 因这片人工林周边没有任何建筑物和军事设施 将俄军本来数量不多 造价昂贵的超高音速导弹打到这里 不是俄军背叛了普京 就是导弹制导系统出了问题 2.俄罗斯导弹打不响 成本低廉的普通炮弹牙火很正常 但造价昂贵的导弹居然也牙火 这不是俄军技术人员出于人道主义故意做了手脚 就是俄罗斯的军品质量堪忧 3.证明了俄方对乌克兰的所谓特别军事行动 确实尽了吃奶的力气 下了老本 连普京老挂在嘴上威胁美国的超高音速导弹 这样的杀手锏都用上了 剩下就是那些中看不中用 只能威胁不能使用的核弹了 4.乌方全民皆兵 开始训练普通民众使用美国 北约成员国提供的单兵导弹 当地时间3月9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法律 允许所有乌克兰人 在战争状态期间使用武器 此前 乌克兰方面只给报名参加后备军 或防卫部队的人员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民兵组织发放武器 泽连斯基签署的最新法律 等于乌克兰现在全民皆兵 国内一些不负责任的自媒体 对乌克兰情况一无所知 却拍脑袋编造乌克兰人 拿枪之后四处抢劫 经常发生自家人火拼的假消息 实际上 现在乌克兰控制区 受到政府军警的严格管理 拿到枪的乌克兰人 只有被编入相应的战斗小组才能携带枪支出门 否则枪杆只能放在家里 开战至今并没有发生有人持枪抢劫 和自家人火拼的现象 随着美国和北约成员国援助的单兵导弹 源源不断进入乌克兰 其良好的作战效能 也得到乌克兰军方的充分肯定 现在乌军方决定 对平民临时组成的民兵 也进行使用单兵导弹的训练 并将不分单兵导弹 发放到这些平民战士手中 五 美国众议院通过禁止 进口俄罗斯能源和大手笔援助乌克兰法案 美国当地时间3月9日 众议院以414票赞成 对17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 表决通过禁运俄罗斯能源法案 禁止俄罗斯石油 天然气和煤炭输入美国 同时通过延宕已久的 大约1.5万亿美元支出法案 其中包括提供136亿美元 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专项资金 众议院通过该法案后 立即提交给参议院表决 因为此前两党达成了协议 预料很快完成参议院表决程序 然后交总统签署成为法律 就在一天前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令 下达禁止俄罗斯石油 天然气 煤炭等能源 那国会这个法案跟总统令有什么关系呢 简单地说 实际效果是一样的 区别在于总统令可由现任和下任总统修改 推翻 而变成法律 不管谁担任总统 都得执行 只有经历法程序才能修改和废除已生效的法律 值得一提的是 美国总统此前宣布的 对乌克兰13亿美元援助 截至今天已经全部运抵波兰一处 离乌克兰很近的机场 其中大部分已经交付到乌克兰政府军手中 还有不分正不分昼夜的运往乌克兰境内 第六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抵达波兰 将协商向乌克兰转交 米格29战机适宜 当地时间3月9日晚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突然飞抵波兰华沙 进行工作访问 据哈里斯公开行程介绍 他在访播期间 将与波兰总统杜达和总理莫拉维茨基 举行会晤并视察美军 据说哈里斯此行的主要任务 是协调波兰向乌克兰转交 米格29战机事宜 几天前 美国国务卿响应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要求北约成员国 提供米格战机的呼吁 对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 进行了旋风访问 提出由波兰和东欧国家 向乌克兰提供乌克兰空军熟悉 使用的米格29战机 美方则以最新型号的F-16战机 作为补偿 鉴于此事非同小可 俄方给予严厉警告 波兰政府害怕引火烧身 下意识地立即予以拒绝 但仅仅过了不到24小时 波兰政府提出可将波兰这批战机 转移至美军驻德国军事基地 由美方交付给乌克兰 美国国务卿对波兰的决定 表示惊诧 表示这个方案不可接受 担心引发美俄直接冲突 带来普京威胁的 人类迄今为止史无前例的灾难性后果 当地时间3月9日 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明确表示 美方不支持波兰向乌克兰空军输送米格29 也不支持将之移交至美国驻德国的空军基地 科比表示 这一提议过于冒险 北约应尽可能避免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冲突 美国副总统是备胎 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职权 主要受总统指派代表总统履行公职 虽然美国副总统没有实际权利 但职务身份高于其他美国政府官员 地位仅次于总统 高于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 哈里斯这个匆忙安排的工作访问 可能只是一个支持乌克兰的政治姿态 也可以商讨乌克兰米格战机的可行方案 公开资料显示 米格-29是前苏联历史上第一款 从设计思想上 就被定义为第四代战斗机的型号 其原型机于1977年10月6日首飞 1982年米格-29 在莫斯科和高尔基飞机制造厂投入批量生产 1983年开始装备部队 米格战机生产量极大 至今是许多国家的现役主力装备 中文媒体和中国专家普遍认为 米格-29战机性能卓越 但实际战绩却不尽人意 1991年海湾战争中 美国空军F-15C战斗机 先后击落四架伊拉克空军的米格-29战斗机 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 北约宣称一共击落11架米格-29战斗机 其实再好的战机 若没有配套的空中预警支持 飞行员没有受到良好的军事训练 实战中就只有挨打的份 北京时间3月10日晚21时左右 波兰总统杜达在跟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会晤后 俩人共同举行记者会 杜达表示 关于乌克兰请求支援战机一事 希望由北约国家共同决定 大家共同承担责任 美国人不想强出头 这是一时半会定不下来 或者说基本上没戏了 第七 俄乌土三方外长会议结束 俄乌双方各执一词 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由土耳其外长出面邀请 万众瞩目并寄予厚望的 俄乌土三国外长会议 北京时间3月9日14点20分 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开场 一个多小时后 宣布会谈结束 会后 俄乌外长分别举行了记者会 简单一句话来概括 双方各说各话 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 还在继续当中 俄罗斯没有计划攻击其他国家 包括乌克兰 乌方似乎为了会谈而会谈 根本没有一丝诚意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表示 双方各说各话 根本就没提及停火安排的事 他表示 乌克兰现在非常强大 有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绝对不会投降 虽然俄方立场有了根本性变化 但乌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主张 双方都不可能做出实质性让步 俄方不可能归还克里米亚和乌东顿巴斯使控区 乌方也不可能承认 这些地方属于俄罗斯所有 虽然所有爱好和平人士都厌恶战争 但谁也没办法让交战双方 放弃自己的原则立场 战争既已经开启 不把义方彻底打服 就不可能在谈判桌上达成交易 这就是俄乌停火谈判 目前根本无法达成协议的根源所在 正因为市场寄予厚望的 俄乌土三国外长会谈无果而终 国际能源价格重新恢复上涨 而正在交易的欧美股市 股指期货则掉头向下 中文字幕蒸